很多年前 應該是接近20年前 當時我住在香港 師母是跟大女兒在澳洲住的 簡中我會回來度假 有一次我們一家人度假的時候 當時只有一家生後 小的兩個人就出生 出去旅行 師母就開車 我坐在旁邊 大女兒叫Elodie Elodie坐在後面 我們聽歌 一直看過CD 當時是CD的 CD的歌名和歌詞 當時開車 師母突然問Elodie Elodie 這首歌挺好聽 這首歌叫甚麼名字 Elodie的答案就是 Complicated 師母又開車 開完一輪之後再問 這首歌叫甚麼名字 Elodie的答案就是 Complicated 師母你受不了了 開始聲大了 Elodie 問你這首歌 很難嗎 很難嗎 經常說Complicated Complicated Elodie的答案就是 It's complicated 為了阻止這個即將引發的風波 我就拿著CD看一看 唉 這首歌的名字就是Complicated 就是這首歌 大家知道嗎 聽過這首歌 一個加拿大的歌手唱的 那 師母再問一百次 他的答案都是Complicated 那很多時候呢 其實發生在我們生活上面呢 其實很多事情很簡單的 不是那麼複雜的 但是我們的主觀意識 我們當然有些東西 將它有些前次擺上去之後呢 總是做了一件事情 簡單複雜化了 將這些很簡單的事情複雜化了 所以呢 好像我們對聖經也是一樣 我們的聖經呢 可能大家都覺得 嗯 很複雜 很難明白 就像剛才的福音書裡面所說 這些說話是說給誰聽呢 很難啊 那 所以今天呢 就會繼續我們天麻教會的 核心價值的 第五個核心 五個核心價值觀裡面的 第二個就是Biblical 就是講聖經 聖經的英文大家都知道叫Bible 其實Bible這個字呢 是來自希臘文 那麼它的原意呢 其實很簡單的 Bible這個字就是書 是中國人將這本書的名字 變成聖經 就是偉大了 崇高了 高大上了 那麼有人稱這本書叫做 萬書之書 就是全世界這麼多書裡面 最好的一本書就叫做萬書之書 據統計呢 全球有74億人口裡面 這是很多年前的統計 全球74億人口裡面 有24億6千萬人 是讀這本聖經的 即是全球有三分之一人口 是讀聖經的 那一直以來呢 聖經都是全球發行量最高的一本書 即是印刷量最高最高最高的 但你知不知道這幾年呢 這本最發行量最高印刷量最高的書呢 已經沒有這個地位了 你們猜不猜到現在發行量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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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猜不到 二家家師 原來是二家家師的這本catalog 可能大家家有幾本 你占煲底 占東西 或者桌子不平 也可以占腳底 這本現在家師的 叫做現在家居指南catalog 就已經成為了全球發行量 印刷量最高的一本雜誌或者刊物 2013年的發行量是2.08億本 這個是聖經當年的兩倍的印刷量 基督徒不知是我們喜歡看到電話聖經 其實catalog都有電子版的 但是無論如何 基督徒也要小心 我們的聖經好像越來越不受歡迎 基督徒呢 我們基督徒被人稱為 叫做這書的文 the people of the book 就是我們是屬於這本書的文 如果我們屬於這本書的文 聖經都不看 不知自己是否是這本書的文 因為聖經與我們的基督徒的生命 是息息相關的 聖經對我們的基督徒來說 有三種意義 我自己歸納為三種意義 第一 神的華語 第二 生命的手冊 第三 生命的指引 雖然我們基督徒被稱為這書的文 但是調查顯示 我們現代人對聖經 越來越沒有興趣 我們已經不知不覺地待日了一個地步 就叫做 我們很尊重聖經 但是我不讀它 調查報告說 調查報告說 在英國固定上教堂的基督徒 七八個人接受調查 這個調查的覆益很大 只有七八個人 那七八個人裡面 它顯示了什麼呢 就是每天看聖經的人 只有15% 除了在教會聚會之後 好像今天這樣 可能有些人會在前面拿一本聖經 我們教會沒有了 有些傳統教會有的 除了在教會聚會的時候 從來都不看聖經 有15% 有些人一年只看一次 或者是少過這個數字的 40% 然後有30% 從來都不看聖經的 這個如果是 在我們天馬教會做一個調查 我不知道那個數字會怎樣 我們應該不會的 因為我們每天都有靈修 我們每天都有些查經的小組 或者一個星期都有查經小組 我們至少在查經小組的時候 都會電一下聖經的 應該是這個數字對我們來說 很安慰 很鼓勵性的一個數字 不知道的聖經 不讀聖經 其實它的結果是很可怕的 因為《萬書之文》 《者書之文》 你不看聖經 那結果肯定是可怕的 據美國一個調查 美國一個很著名的調查機構 叫做蓋洛普 如果看新聞經常聽到這個名字 那麼它民意調查顯示 它說美國有一半以上的美國人 是講不到聖經的第一本書是甚麼 我想大家都知道的 創世紀又 大家都是有提聖經的 有三分之一的人 它不知道燈心補飯是誰教導的 有人居然的答案就是 是葛培里木斯教的 然後有四分一的人 他不知道為甚麼要幾年復活節 因為有負擔食 他說沒事的 那我看到這個報告之後 都讓我想起一個笑話 他說有一位神學生 讀神學的人 他在入學的時候 要做一個考試 看看你的聖經知識有多少 有一大堆的問題要答 其中一條問題問 他說約瑟和馬利亞 為甚麼要帶著耶穌去埃及 大家聽過這個故事 因為希臘王要殺這麼大的嬰兒 所以天使跟他說 你去埃及埃及 後來那位學生的答案非常好玩 他說因為約瑟曾經在埃及做過宰相 所以他就要帶他的妻子和兒子 回去威嚇 叫做以錦雲香 這個說話真是叫做 與不驚人 死不休 在香港基督徒華人文字事工研討會 在2016年有關基督徒 為甚麼不讀聖經做了一個報告 調查顯示 原來我們的基督徒 香港基督徒 為甚麼不讀聖經 有很多原因 原來讀聖經 不讀聖經都有理由的 那理由就是內容太悶了 因為自己太忙了 或者有些人說內容太淺了 很簡單的東西都要讀 有些人相反 內容太深了 有些人說 我都不認同這些內容 不知道說甚麼 有些人說 這些是故事 不實用的 有些人還說 整本聖經的設計獻階 有些人說獻缺圖片 整本漫畫的聖經就比較好看 其實這個你千萬不要笑 這是香港發生的 前一陣子我們教會 正在做初訊栽培 初訊栽培的時候 有上一次的圖 就是靈修 靈修的時候 我們在小腔討論的時候 其實這些問題 都是在祖縣裏面出現的 有些祖縣說 我試過讀 嘗試過 很努力地 曾經想有計劃地讀完整本聖經 結果太悶了 讀一下就讀不完 還有就是 我太忙了 怎會讀到 還有些人說 我是用電子的聖經讀 是手機讀的 讀一下 突然間跳出一個小紅書出來 我又去了看小紅書 讀一聲 突然間又跳出一個YouTube出來 我又可以看到YouTube 所以我永遠讀不到 讀不完促培的記憶 永遠都是在抗野流浪 我想大家都 其實真的要思想一下 真的我們真的很忙 或者聖經真的太忙 千萬不要笑 真的發生在我們中間的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樣 不會讀聖經的原因 但是我們知道 聖經不是真的這裡所說的 所以我今天特別用了 《彼得後書》三章十五至十八字 去思想一下聖經是怎樣的事 這段聖經雖然只有四字經文 但是他其實告訴我們 聽四個很重要的聖經的屬性 第一個屬性就是 聖經有權威性的 聖經有清晰性的 聖經有必須性的 聖經有充足性的 我們看看聖經的權威性 權威性就是說 聖經裡面的話語是神的話語 如果我們不相信 或者是不願意 順從這個聖經裡面的任何話語 其實這樣就是不相信 或者是不信服神 彼得明白到聖經的權威性 所以他講保羅的書上是什麼 他說 《照著所賜給他的智慧》寫了信 卡里門 十五節的下半句是這樣說 這裡有個字很重要 《所賜給他的》 《所賜給他的》是很明顯 如果看英文聖經或者原文聖經 它是一個被動詞 就是說保羅寫給宗教的書信 不是他自己的意思 是神賜給他智慧 他才可以寫信給他 就是說保羅的教導 都是神賜給他的 即是告訴我 保羅的教導就是神的話語 這個就是代表了聖經的權威性 神的說話當然有權威性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看一下這個 聖經的清晰性 這個字講話 聖經其實是在寫作上面 或者是 他都是希望我們大家 基督徒是可以讀到的 他千萬不要想 聖經是神故意整觀我們 是做一些很難明白 很難看的東西給我們看 令到我們大家看不到下去 他講到清晰性 即是說 聖經其實是 只要你願意去讀 只要你願意陳求神的幫助 只要你願意信從他的教導 這些人 你一定會 在理論上 他一定是可以 人人都可以看得懂 人人都可以明白的一個書卷 所以彼得在十六節裡面 他講到保羅的書上是什麼 他說 信中有些難明白的 那無何民地不堅固的人強解 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 第十六節講到 這樣 其實這個告訴我 聖經是容易明白的 為什麼你們不明白呢 不關聖經的事 是關於我們的事 是我們自己做得不好 你才不明白 所以大家要知道聖經的清晰性 你一定看得明白的 你看不明白 是那天你被小紅書所欺人的 看看一下 突然間小紅書彈出來 你去看小紅書 當然看不明白了 這樣 他講到聖經的必須性 據說 很多教會參加茶經班的人 必須性是說 人必須有聖經才能明白福音 才能維持熟靈的生命 並知道神的旨意 彼得在十六節 作為一句說 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 就自取沉淪 沉淪和滅亡是同意的 就是告訴我 這是相當嚴肅的字眼 就是告訴我 如果我們不甘從聖經的教導 就是自取滅亡 相反 如果甘從聖經的教導 和神和好 你會有一個得救的機會 所以彼得在第十七節教導 我們說 就當防備 恐怕被惡人的錯妙誘惑 就從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墮落 就是告訴我 我們一定要必須感受聖經的教導 否則你就會跌落去試探入面 然後第四就是講到聖經的充足性 聖經的充足性就是指 聖經包含了很多神在舊屬歷史上 每一個階段所賜給神的八成一齊話語 包括一切與救恩有關的順復 或者順身的教導 這就是告訴我 聖經是我們的生命的手冊 和生活的指引 靠著它我們可以知道 如何一步一步得到神的救恩 因此彼得要求我們 要好好地學習聖經 他在十八節的上半節 他說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教主耶穌基督的 恩典和知識上有掌進 有掌進 千萬不要做了十年幾多套 都是讀不過出埃及記 出不了埃及記 在抗疫裡面流浪 所以在恩典和知識上有掌進 著名的華人的神學家 包圍君博士 他有一句說話 他說 沒有東西比神的華語更加重要 我想大家都不會反對 包博士的這句說話 正如保羅所說 他說 聖經都是神所密事的 於教訓督摘使人歸正 教導人何而都是有一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過陽的善事 是提摩太后書的三章十六節十七節 所以我們不能否認 但是雖然聖經是一本這麼好的書 是很重要的書 是沒有東西比神的華語這麼重要的這本書 但是我們作為基督徒 我們又不可以不否認 聖經是一本巨著 它有一百五十萬字 聖經是一本距離我們很遠很遠的書 就算深藥也有二千年了 聖經是一本跟我們比較遙遠的書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故事發生在今天的巴勒斯坦 或者是古羅馬帝國 聖經是一本跟我們文化差異很大的書 因為聖經裡面所說的很多都是猶太文化 和希臘文化或者羅馬文化 最後呢 聖經是一本跟我們現在的生活 好像完全沒有什麼關係的書 因為裡面沒有手機 裡面沒有iPad 沒有電腦 很多東西都沒有 沒有紅書 沒有YouTube 所以我覺得跟我們的生活是格格不日 結果呢 我們對聖經的態度有點曖昧 曖昧 有些人形容它是什麼 一心為意義 什麼心為意義呢 就是我們一方面呢 很驕傲過承認自己 我們是基督徒 我們是者書的人 一方面呢 我們又不讀聖經 或者甚至是從來都不讀聖經 據說很多教會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叫他們參加茶經班 任數都是寥寥可數 其實我們天馬教會廣東堂都不是差的 我們的茶經班都人頭湧湧的 但是如果教會搞一些叫做什麼 夫妻和好和諧的講座 或者如何教導兒女成才 或者是怎樣從聖經裡面 學習積累財富的經驗 這些講座就會有很多人來想 人頭湧湧來想 所以真的有點諷刺 這是一個非常不健康的現象 如果不注重聖經的研讀 這間教會就像建造一個沙土上一樣 別說是教會 其實我們的基督徒都是一樣 如果你不研讀聖經 你不看聖經 你不學習聖經 其實你的生命就像沙土上的房屋一樣 風一來 水一來 你的房屋就倒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不讀聖經 我們不知道認罪悔改 不讀聖經 我們不知道如何感恩 不讀聖經 我們不知道神的偉大 不讀聖經 我們不知道如何守望 不讀聖經 我們不知道做基督徒 只是因為這樣 聖經是我們的生活上面一部分讀聖經 所以我們必須有正確的態度去讀聖經 所以我自己歸納了幾件事 是我們怎樣有正確的態度去讀聖經 第一就是我們有愛慕和敬善的態度去讀聖經 第二就是我們有討告和密想的態度去讀聖經 第三就是有系統和有決心去讀聖經 第四就是讀聖經你要將神的話語應用在你的生活上面 就是有將之實踐在生活上 首先看看什麼叫愛慕和敬善的態度 聖經是神的話語 它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性 所以我們要懷取一種愛慕和敬善的心去研讀它 這樣的話 我們讀聖經的時候 就不會做到什麼呢?就是在雞蛋裡面挑骨頭 我們不會經常批評聖經裡面 因為講的東西都不對 聖經講到什麼這些東西 世界歷史上面、世界地理上面都不是 聖經講的衣服都不高 最高的衣服是起碼那衣服 這麼高的衣服都不講的 所以這本聖經我們就經常在聖經裡面去挑骨頭 去批評它 這樣就不是愛慕和敬善的態度 如果你有這樣的雞蛋裡面挑骨頭的衣服 你永遠讀不完整本聖經 第二就是 討告和密想的態度是怎樣的? 聖經有它的充足性 它可以成為一本很大的百科傳書 它有詩歌、歷史、律法、智慧文集和啟示 所以我們必須通過討告 求神帶領我們去研讀聖經 並讓我們謙卑和順服地去接受聖經的教導 同時我們要時刻地求神 讓我們有足夠的心智去密想 去理解神的偉大 所以作為我們聖工會教會 上一次講道都說過 我們有一個三腳椅的關係 除了是聖經、傳統之外 還有一個叫理性 所以我們要求神賜給我們理性 去明白聖經、去順服聖經 這樣叫做密討的心態、密想的心態 是討告的心態、密想的心態去讀聖經 第三就是有系統和決心去讀聖經 聖經是一本很大的巨著 它有一百五十萬個字 其實這個一百五十萬個字 比起我們中國的四大名主是長了很多的 四大名主大家不知道是否知道 最近好像有一個網絡上的遊戲很厲害的 就叫做黑神話悟空 這個都是來自四大名主的西遊記 中國的四大名主 三個演義只有七十萬字 原來聖經一百五十萬字 它是雙倍的 然後《紅樓夢》很厲害 七十三萬字 都是聖經雙倍的 西遊記七十五萬字 《水虎傳》是最長的 有九十六萬字 聖經一百五十萬字 如果你真的沒有決心 或者沒有系統地讀 今天在這裡看看 你真的看不清聖經 所以我們必須有系統和有決心地去讀聖經 大衛包神這位牧師曾經建議我們 應該是一卷一卷地讀完聖經 這個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喜歡的方法 當然現在網上的那些APP 通常都是一卷心藥 一卷智慧書 一卷舊藥 讀一下 不要這樣跳來跳去 其實大衛包神就說 最好都是一卷一卷地讀 最後就是 將聖經的華語 要實踐在我們生活上面 雅各書呢 有一句說話 它說 雅各書裡面的一章二十二字 它說 只要指示你們要行道 不要單單聽道 自己欺控自己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教導給我們 就是說如果我們只是讀聖經 而不將聖經的教導行出來的話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悲哀來的 這樣就說 你的聖經就是成為了一本死的聖經 你的聖經就沒有生命力 所以雅各教導我們好 彼得教導給我們好 就是我們一定要將神的話語 深深地活出來 即將神的話語應用在我們生活上面 這樣我們的聖經 才不會和這個社會脫子 好了 來到這個結論 剛才說到 不畏浮雲遮望眼 這句說話 其實是來自不送的黃安石 這句說話說到黃安石 它是朝氣勃勃的 它雖然在正途上受到什麼打擊 但是它對前途充滿信心 我想這句說話跟我們基督徒一樣 基督徒我們讀聖經的時候 遇到很大的挑戰 我們覺得聖經很難讀 我們覺得聖經很悶 或者很悶 或者聖經很難明白 但是只要我們有這個心 我們知道自己 其實有神與我們同在 其實我們不擔心困難 有神與我們同在 我們已經是處在最高的地方 有神與我們同在的話 我們沒有東西可以阻擋我們去看完整本聖經 所以叫做不謂佛魂遮望眼 只原身在最高處 我們一起提告 親愛的天父 感謝你賜給我們聖經 聖經就是你的話語 聖經使我們認識你 聖經使我們知道自己的渺小 聖經使我們有生命的方向 聖經使我們有永生的盼望 願你的話語成為我們腳前燈路上的光 我奉主命求法門